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想也別想,直接做就行了 其實牙刑是擦錯腳,糟糕 不是,我怕你如果擦錯腳就直接跌 因為剛才你說跌倒 你跌倒了,你跌倒了 結果是我跌倒 但那個跌倒… 這是我謙虛說的,台長 是不會擦錯腳的 是,好的 你只說得這麼慶功 是不會擦錯腳的 那一刻上去是不會擦錯腳的 但那兩個跌倒兩字就跌倒了 跌倒了,那個是會議期間 他還在表決 那我… 我這群群人都是跌倒 我有個疑問 英文的翻譯是怎樣寫的 跌倒街道 你們都是壞人 壞人 沒辦法搞的,真是的 所以… 看你眼淵 你現在的主持會議的態度 那法律顧問 也完全不是… 我們現在考慮會上訴 因為他現在拿著中審法院 梁國雄、曾鈺成那件案 那個終極裁決 即所謂申請司法許可被否決 已經上訴到中審法院 理由很簡單 基於一個不干預原則 司法機構不干預立法機關 三權分立 但這又非常吊詭 很多人說沒有三權分立 現在法院告訴你 我們三權分立 我們不可以干預立法機關 然後將基本法第73條 73條說甚麼 就是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 那四個字包含了所有的東西 令會議順利進行,有秩序 按照議事規則的主持會議 這是立法會主席的權 錢你報都是你那種權 他不可以讓你無限度 無無節制、湧場地辯論下去 但我們看回 無論是曾鈺成 或是財惠的主席轉報 他是不同的 曾鈺成的,你看他現在的做法 就是他設定了時間給你說的 但有些地方他也是無能為力的 譬如我們在吵架 或是甚麼時候他就被拘捕 把你趕出來 好像上次我問梁振英 甚麼時候死的時候 他就被拘捕 我說你停止會議,暫停會議 我不走的,我可以不走的 所以我不明白他們那些 終於被人抬,我一開始都不明白 他就說不用被他抬 我抬就不走,抬就抬了 抬就打腳,你不要過來 是吧 大哥,你打我公的 保安等於是,我們立法會出糧給他 是吧 後來我明白這個道理 你不要說我出,我不出 但我自己喜歡出的時候 我就出 是要這樣才行 大哥,你看他好像很辛苦 但受不了,就被人抬出去 請問為何要被人抬呢 立法會保安不是做這件事 做法就是當主席下了一個命令 黃毓民議員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於是秘書長走過來第一個 接著保安走過來 是這樣的,現在不是 你看看財委會 扭到街上 我一過去就哭一聲 好像是矮的 我已經去廁所望下兩邊門口 有幾多個保安 你知道嗎 在右手邊四件 左手邊五件 在門口而已 我為何這麼大震場 坐在秘書旁邊有一件 另外一件就坐在我後面的位置 看著我,我一出去就在這邊 旁邊最近的位置就抱著我 接著那些就好像在兩邊門 飆出來,你看到環境是這樣的 其實我已經視察了環境 他們聰明就知道 如果兩邊門 我都看過究竟門口有多少人 其實那些畫面是看不到的 你看我那邊說話,說一說 接著我就來了,就發難 我不可以讓他們猜到我何時發難 因為我猜到我絲絲地走出去 我來了,那他就埋你 那你根本就埋不到身 為甚麼我兩次都埋到桌子上 因為他沒有警告,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下次就不靈 又要想第二招 是吧 議會抗爭就是這樣 這個說來說去又要說一群混蛋 那些叫李卓仁 劉偉 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是吧 令到除了大會主席之外 財委會主席及各事務委員會主席 都可以將所謂行為不檢的議員 趕出會議 這就是他們中了 但人們忘記了 現在是要我們不斷提他才行 大家如果看回YouTube 我有一段影片是罵那群混蛋 15分鐘,是吧 是唯一一個民主派議員反對的 就是吳海賢 是吧 還有梁耀忠也好像反對 其他那些… 因為他們說要修改議事規則 然後把議案拿到大會 他要分組投票 泛民遲遲分組投票就通過了 就是這樣 這個就不回復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一定是不能讓他修改議事規則 所以我現在也是坐在議事規則委員會 是吧 明天是開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午五點鐘 是吧 兩個月才開始 那個會是 是吧 現在又有人會看剪播那些 那又有我的份 每次我就坐在那裡 他們都是批評我 接著就修改 那我就和大家鬥 引經據典不修改 這是一個鬥爭 大哥,你作為少數在議會裡面 那怎麼辦 我們走出街 到現在都沒有人罵我 不知道為甚麼 那你說得我這麼壞 南華早報就說我是垃圾議員 Gambridge 你沒看過那篇文 然後有人幫我辯護 又投書給南華早報 那當然有人會這樣看 但我們做這些事 當然有人會這樣看 我不可以為你這些人 然後我做好一點 給你看 所以現在的問題 不是建制派有多惡 不是政府有多橫蠻 而是你這群民主派是混蛋 是嗎 你自覺不自覺地做了混蛋 是為了對付我們 然後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現在就出現這樣 下次再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財委會37A 為甚麼我們要跟他抗衡 因為37A說得很清楚 有很多人現在都弄錯 包括我們的議員 以為是我們提動議 然後就要表決不是 那是我們才有的動議 我們根據37A 可以無需預告提出 有關撥款議案的一些動議 那不是修正動議 你有沒有搞錯 提出這些動議 就是要給財委會處理 那投票一分鐘就是 問一下議員要不要處理 黃毓民議員提出 根據37A提出這個議案 要不要處理 然後投票 我們利用37A提出很多條 等你要處理的時候 要不要處理 問議員的時候 都要浪費分半小時一條 是嗎 1000條就是1500分鐘 再除60多個小時 這樣就叫拉布 那你那些人說到 現在這個議案沒有人贊成 甚麼沒有人贊成的議案 是贊成還是反對處理這個議案 是兩件事 所以那些人 你當議員那些 有些人已經做了很多年 到現在為止 他們都是不熟書 沒有看議事規則 那你有甚麼辦法 我們就在這些地方找到一些漏洞 所以我們現在跟他們爭論 我給你七、八條 然後你告訴我 你裁了多少條 你現在不是叫我… 你自己整合30條給我 我始終有30條 那為甚麼可以這樣 那不用了 我不會預告的 我放在桌上 一條 你怎麼坐下 這條不合規程 就收起他 第二條 這樣吧 現在跟他玩這個 他現在這個也不行 這個也不行 就是你自己違反議事規則 這些是要辯論的 是嗎 我們在法庭中 我在說這些 現在你把大會主席的權 抗及到財委會主席 以及其他事務委員會主席 有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 你讓他這樣打開缺口 你死定了 所有的抗爭都是行禮如儀 到最後連激進派 這些所謂拉布的抗爭 都是得過餃子 都是好像黃陽達的那句名言 那句金句 夠做 就是這樣,那他搞來做甚麼 所以我那天跟Mo說 他表決的時候 我們就要霸佔主席台 要衝出去,就是這樣 但是不夠人 對吧 那怎麼辦 下次就拿滅火筒進去 下次就要包裝 用一個箱盒包著雞皮紙 先弄好了,你明白嗎 外面寫標語的 這樣托著扮,很輕地進去 又要這樣放在桌上 一打開它就扑你 就啪啪 你要記望一件事 那天天氣很冷 穿件衣服很厚 裡面放了一個抗爭 這是天荒記探 也不是的 也不是嗎 也有機會的 對,比他穿著大衣 對 比他穿著大衣 對,比他穿著大衣 比他穿著黑超 對,比他穿著黑超 插起來全都是握手 就是握手 嚴肅點說 這個拉布的行為 只可能在會期的最後一年 才可以再發揮 不,你每天這樣拉就沒用 無拉,就算剛才的情況 難道你做這樣的事情 做半年 因為我們用議事規則有很多拖他時間 除了37期是最後一招 中間有很多所謂的adjour 你每一個議案都可以提一個adjour 每人可以說兩、三分鐘 你要其他人合作才可以 整件事說來說 就是你所說的 就是現在整個泛民有這個意志 共同抗爭才會出現這個事 你不要忘記 他們在雨傘運動 失敗後,他們說全面開戰 全面開戰是這樣的 我當時聽到挺開心的 全面開戰 這個問題就要在明年的選舉 你放心,我們會很有心機 很有心機就剪到片段出來 很有心機剪到片段出來 又很有心機做一些文宣 何俊仁說他會辭職公投 然後他會說… 現在所以鄭松泰很厲害 天天搞他 是嗎?多好 他只是搞民主派 不懂得搞建制派 當然是搞你,大哥 是嗎 他現在又上香港電台、商台 柳線 這個好像選立法會 真是挺好處 我當時說過,這個問題是想立法會 所以我們說 雖然只有六個人參選 看你選甚麼區 對 包括當時搞票代表償 我們現在不搞了 他否定反對政改 不就有這種事 別說誰的黨,對吧 大哥,我不是的 我一定要繼續搞他 尤其是何俊仁 繼續厚顏無恥 在屯門選舉議員 明年又再選立法會議員 不搞你?是嗎 所以鄭松泰做了這個偉大的任務 比上一次的大九老九倍出色 你看看你暴光率多高 你看看,對吧 不是,最重要是過303票 他一定不會低過303票 說來說都是假的 他說,你現在何俊仁說 你多過上次303票才說呢 是這樣的 這個低海拔,對吧 人無恥就無敵 這傢伙真是 所以我不明白 為何他去花生台做節目 都合作了 後來查到,可能有份付錢給他 原來這個真是很有利的 真是反擊機器 有個平台始終是一件好事 甚麼好事 大哥,你有聽嗎 我沒有聽 對,你一個這麼優秀的節目支持人 你也沒有去聽聽友台的節目 我不聽 我不優秀而已 我當然不會聽 大哥,你每天罵我 聽來做甚麼 你心癢嗎 你等於老蕭的節目 我不會聽 你沒理由說 現在他跟我同一時間做 然後我很有心思考去重溫他的節目 我一不就在青山剛出現 你真是… 有很多事好做,大哥 但有空沒事 但你不同 你是我們賣電影的靈魂器 你要參考一下你的節目怎樣做 半生日正在批評我 實際上 我們還有一個,我們的前輩 演示鋪三周年台興 對,演示鋪 你說他是我們前輩 大概三周年,我們八周年 不是,我們開台很短時間 獨立出來的時間 我們獨立的時間是多久 兩年多多 三年了 但我們遲過他,一定是遲過他 我完全記得這件事 一定是遲過他… 那你算我們獨立才是… 當然是這樣算… 我們不要作謊八周年台興 那個是你作謊 那不是八周年嗎 大哥,從2007年開始 是不是 你似無似樣 三周年 我經常都覺得… 我聽你似乎很多年 你說三周年 有些人會罵我 不是,你做節目就做了幾十年了 我們是網台界後進 對,我們自己是很謙卑 我們很謙卑,Humbly 說自己是後進 那你…你星期六離開 那我請你去台興 五百萬票給我 謝謝… 好… 星期幾 星期三 星期三,一定支持熱血 我們希望那六位… 那是創意的 因為那件事… 比起黃港那件事 我覺得大家看起來還有兩個角度 其一就是你搞一個區議會的選舉 怎樣搞都不知道是區議會的選舉 我想所有的候選人都要考慮這個問題 例如2011年的試圖是這樣 但不成功 第二個,現在我聽說 就是那裡的大媽都開始沒太多人看 別說他 你叫楊洋多弄一堆這些出來 不,我真的想怎樣贊助他 去找那些出來 每個星期六,每個星期六 每個星期六都炸出來 真是得了 整條西洋菜雞,真是人滿之患 對,那是一個位置之戰 那裡大媽的帽子弄了那麼久 你好像前來… 這真是有本土派參選的 一個象徵 對… 你出現出的… 我找一些本地美女 本地,即是用台灣的笨蝶的喇叭 來搞你的大媽 挺好的 作為公眾,賞心樂事 當然是唾棄這些大媽 但這件事還有可能一個後果 就是警方一面倒保障大媽 不保障香港的市民 如果在這件事上 我們要慢慢令大家看到 香港警察的本質是特區公安 即他不是保護香港人 但納稅的是香港人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公平 因為有些是我親眼看到的 但問題是所有警務處長 當他卸任後都做政協委員 保安局長做人大代表 你現在看到了 你現在看到了 曾偉雄,接著可能是政協委員 因為你前面有個先例 鄧景成 鄧景成 你前面有個先例 尤其是曾偉雄做得那麼出色 這是大家在每一個生活的細節上 看到為何你不可能不是一個半導賣 現在我們也停留在一個 繼續去說這些分別 即是大陸和香港的分別 或中國和香港的分別 還有希望可以獨善其身 你不要來搞我 但現在真的不行 已經不行 他形勢很清楚 但真的也無能為力 你做得多少 很多人覺得怎樣搞他鬥 很多人覺得 是吧 他財雄世大,人比你多 你怎能跟他鬥 加上香港絕大部分都是港豬 到最後 這些所謂中立的人就要站在那邊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你也是慘的 但即使如此 現在都在這個空間裡 你繼續說這些話 你要說得出跟中國的分別 我們大大細細說 剛才你旺廣,我又說了 最近我看Cable TV 他講一場球賽 三年球賽 那個I-Cup不知對甚麼 叫塔希提 我想想甚麼叫塔希提 我原來跟他說大溪地 即是你現在 你現在實際上 你這些是不知不覺 在我們的生活中去調節 變成完全跟這個大陸一樣 所以我剛才看一看 我們叫昂山素姬 不是翁山素姬 是,千萬不要 好,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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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